我理由的就是要认为 我们的感官经验是不可靠 我们整个知识体系的可靠性 来与行恩上学的基础 比方说上帝的信仰 那么这个观点在我们今天的时代看起来 已经不太具有说服力了 因为在我们的时代 宗教信仰和上帝已经逐渐地远离了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世界观更多的是由自然科学来成长 所以下面我要介绍一种跟唯一论称分相对的经验论的观点 经验论或者说经验主义 同时也是今天的自然科学的一种最基本的方法论 经验论 经验问题上的开创者和主要的代表都是英国的哲学家 实际上在今天的英语哲学圈子里面 这种经验论或者经验主义 对于知识的理解和说明也是占同知性意味 简单的说 唯一论者认为知识来源于一种天赋的理性 知识是先天的 我们的心灵先天的就具有理性或者知识 所有的外带的经验或者说我们的感觉的经验都是不可靠的 但是经验论者认为恰恰相反 我们的知识只有来源于经验 只有来源于我们的感官 那些所谓的先天的先天的来源 实际上都是一种虚构 简单的说 我以论者认为我们知识的来源是先天的 我们的心灵先天的就具有某种天赋的理性或者知识 因此我们后天所要做的就是引导回忆 但是经验论者的观点与此相反 他们认为我们的知识没有任何先天的来源 所有的知识都来源于我们的感官和经验 在没有感官或者经验之前 我们的心灵就是一片困难 最著名的经验论者就叫洛克 对此有一个比喻叫白板说 他把我们的心灵比作一块白板 经验就像一只 经验在我们的心灵上面 写下印记 这才给我们的心灵观点知识 对于白板说 洛克是这样讲 那我们假设心灵是一块白板 没有性格 没有什么观点 如果将物件评测物置于其中呢 人们填充进去的无数物件是从哪来的 所有理性及知识的材料 是哪来的 对于这个问题 获得答案有一个词 经验 在经验中我们找到所有的知识 来自经验最后也是初次经验 我们看到洛克的白板说 他主认了知识有除了经验之外的任何来由 我们的知识只能来源于经验 这就是对于经验论 对于经验论的一个最为典型的一个表情 另外一位定验的主持人家大卫修沃 对于经验论的做了一个更为系统更为精确的阐述 他说我们的心灵实际上是被限制在非常狭窄的界限之内 什么界限呢 就是我们的感知或者感应 他把这种感知和感觉视为知识的材料 或者说视为知识唯一的来源 他称之为知觉 知觉有两种最基本的形式 就是印象和观念 在这里印象是我们最原始的一种最原始的感觉 比如说我看 我听 我触摸 我败 我恨 我欲求 那么当我在看 我在听 我在触摸的时候 在这个当下我就拥有一个印象 那么在试诺我对这个印象的回忆 或者说我对这个印象 我对这个印象的分屎 我对这个印象的回响 这个就是观念 观念和印象的差别 是在于他们的鲜明程度 印象是当下的 是非常清晰的 而观念的清晰度 跟印象是有差别的 基于观念和印象的这种 变迹性的关系 所以说我说 如果没有印象的话 也就没有观念 观众化者 所有的观念都应该有 有他的印象的来源 观念是印象的我们 除了印象的观念的说明之外 秀华还有一个更为极端的 对于经验论 经验论思想的表达 就是他对于因果的关系和分析 可能大家还记得 我在前面谈Dekar的时候 在谈到他的上帝证明的时候 曾经提到过 在Dekar对于上帝的证明中 形象引含了一个因果性的前提 就是联姻的现实性 必须要大量介入的现实性 在这个里面 这个因果链条 被Dekar视为一个 无需认证的前提 但是在休默这里 他仔细地思考了 因果关系的深入 他说如果因果关系 是一个观念的话 那么对于因果关系 这个观念的印象 是从而来的 我们在现实当中 有没有一个因果关系的经验 可以直接给我们 休默否定了就不可能进 他说我们对于因果关系的观念 只是来源于一种 在现实当中 两个事物之间的关系的经验 举个例子 比如说有A和B两个事物 他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A和B的关系 可能是空间上的关系 就是这两个事物特别接近 他们是相名的 另外一种肯定性是 这两个事物在时间上 有些物的关系 先有A 然后有B 那么当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 当A和B 总是在不断地重复的时候 可能对这两者的关系 不断地经历 那么休默说 我们就会形成一种联想的习惯 我们会认为A和B之间有一个必然的因果关系 而实际上这个因果关系 是完全是我们主题的一种联想 是偶然的 而不是B的 就比如说我们总是听到 我们总是经历了先打雷后下雨 久而久之 我们就会认为打雷是下雨的原因 但实际上未必每次都一次 休默对于印象和观念的说明 以及对于因果关系的 因果关系的分析 彻底地瓦解了 这是可靠性的基础 所以在他那里 他说我们的心灵 我们的心灵所达止的 对他的界限之上就是经验 就是一个直接的经验 就是我们的感官经验 我们的心灵没有办法超出我们的经验之外 所有的知识 都是由我们的直接经验来决定 不是惦记我们的直接经验之中的 这个观点到了 在另外一位经验分的学家那里 一个非常极端的 很著名的表达 就是存在的就是被感知 这就是经验分的一个自动观点 那么这个观点 当然导致了一些问题 最大的问题就是怀疑了 相对重 如果说我们知识的 最后的来源 最终的来源 只是我们的感官 或者说我们的直接经验的话 我理考的白衣在某种意义上是见识性的 他的白衣最终是为了挡消白衣 是要建立一个可靠的知识系统 而在经验论者呢 怀疑只是他们的 他们这些思想能护 我们如果知道 我们所知道的东西是可靠的吗 这是哲学论识论的核心的问题 当然在这个问题背后 我们实际上要追问的 还是人的本性是什么 心灵的本性是什么 我们想要知道 人跟世界是以何种方式相处的 前百年来 不同的哲学家伙围绕了这个问题 争论 见过不同的观点 最后又试图还进行调估 当然在这个讨论当中 最终决定最后的 还是我们对于人的理解 对于心灵的理解 对于人和世界关系的理解 这才是哲学更普遍的中心话题 对于人和世界关系的理解